大家好,3月18日,星期六 老规矩,星期五 新闻很少,所以星期五,现在4点 刚刚港股收了市,就开始录 港股升三百多点 无论欧洲也好,或者美国也好 暂时的银行危机,如果今天没什么事 暂时定了,但危机还未解除 因为它看款价,继续加息 大家看到欧洲央行加息 如果这样,美国应该跟着加 只不过看它加四分一,还是加半厘 钻石狗没有太大变动 港股升了三百多点,一万九千四百多 成交一千一百多亿 钻石狗没有太大变动 差不多升回SVB,即直谷银行 出市之前的高度,就升回124% 美银甚至升回53% 为什么呢?因为NVIDIA中间也有升 即是科技股 今次这两间银行和科技股的影响 暂时来说,不是太大 当然,如果真的再有银行爆煲 那就另计 好了,钻石狗是124% 美银是53% 其他那些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先在这里提一提 我们做中国文心的时候 先多说一些 最近香港很多新手党 他们有一个共通点 第一,都是女子、女士 第二,都是说普通话 出现在香港哪些区 有土瓜环、九龙城 大埔都有 根据星岛的报道 通常说自己跌了钱包 没有带钱 借50、100便吃饭 其实我自己也见过 我自己也见过 很多小记 其实见到这几个出没 就在远远看着他 他问完一个之后 转头他又问另一个 很明显不是说 跌了钱包 或者不记得大钱 但不够钱 根本上就是新手党 这些大家要小心 你问我 你说 警察可不可以执法 这个很难执法 因为他没有犯法 他问你拿钱 你给他就可以了 这个很难执法 当然 你可以说他从事一些 行黑的活动也可以 因为他本身就是 拿着双情症 所以大家不要被人 利用了你的善心 暂时来说 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都是50、100 去吃饭 但是 其实山大斩了 有柴 因为可能他一天 20个都可以 20个有些给50 有些就问别人借100 通常有些不得的 那就是两草 那两草他都会杀 那你想想一样 一天十多二十个 的话 不少的 可能是过千 那就可以回上去 那可能也是有些蛇头 那这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被人 利用了你的善心 那最好 好 假如你真的看到 你觉得有违法的行为 那便去找警察叔叔 还有就是说 通常都会找男人 但我记得 即是女的 内地人 就找男人 但我记得 有些读者留言 他是女士 那些女士 照行来问他 其实就不止男的 男女他都杀了 好了 那刚刚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就说 刚刚 星期五的大约是3点40分 那便说 我们习主席 就应俄罗斯 还要写明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 那便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三 对俄罗斯进行各事访问 你看到他差不多是最尾的时刻 他才说的 第一个 第二个 他还要说 不是我主动去 他邀请我去 那很明显 非常在意 就是西方会否制裁 现在暂时 英国 欧洲就刚刚睡醒了 美国还在睡 不知道美国有什么反应 可能反应很强烈 也不太行 他便会假设 我是去做和事佬 所以大家明白 为什么之前要找习连斯基呢 因为我不找习连斯基 我不可以假设 我是做和事佬 我找过习连斯基 我主动联络过他 那便跟西方说 我不是 我现在是帮全世界做事 我去做和事佬 那你猜美国有什么反应呢 可能很强烈也不太行 因为现在的制裁 美国大了头之后 其实制裁 就不仅是美国 美国大了头之后 美国欧洲 英国 日本 韩国 日本 韩国正式 现在走在一起 当然为了利益 为了晶片 但问题是 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看到 为什麽 差不多最后的一分钟才公布 因为如果有变数便不去 就是这麽简单 但最后没有变数 被迫要去 当然不会 即是去到港和 即是普京 你跟他说耶稣 多余 对不对 但问题是 西方会有什麽反应 可能非常强烈也不一定 那我们要多些 今晚呢 我想 即今晚 即今晚 星期五晚 美国开了才知道 我想回头都知道 因为美国那些 差不多都不睡觉 另外 中企 这个宁德时代 是做这个电池 本来就发行 这个 想着去这个 GDR 大家知道什么叫ADR 他就应该去欧洲 发行这个五十亿美金 即是 在那边分一部分的 股票 在那边挂牌 那 突然间 被中国政府 就限制了 那有五十亿美金 为什麽都限制了 那 很明显一件事 就是说 这帮人未必是习主席那帮人 等于当时 叫停这个蚂蚁 叫停滴滴 一样 因为那帮人 不是我的人 就是这麽简单 即是说 你带了些钱 未必会拿回来 中国 所以我就叫停了你 即是不让你去那边 发这个GDR 好了 香港也发生了两件事 这个不是财经节目 所以政治的事情 我们留下中国民心才说 但刚刚今天 之前我们说过黄元山 即是那个政策组 好了 政策组本身就是发展这个 即是他这样说 特首已经有个行会 即是李家超就有个行会 即是李家超就有个行会 那行会交不了 那便做一个政策组出来 即是黄元山那个 好了 现在突然间 就做一个顾问团出来 那这个顾问团有三十四个人 星期一我们会说的 里面大部分 都是香港的商家佬 那盈光卖大家看到了 那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有一些 就是跟外国很有关系的 好像Michael Spence 那些人 那大家猜一下 即是这个政策组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刚刚 你看到很明显 是吧 非常明显 这个政策组是用来做什么的 来来去去都是一样东西 那这些呢 即是 第一样东西 他们本身有些是很有钱的 譬如你日居 唐英年 黄志祥 这一堆 红披正就是这个渣打的 那这个陈志思 那大家想想 陈志思当时 是主动离开行会的 陈志思现年58岁 那家是做银行的 为什么会突然间进入这个顾问团呢 如果是的 他根本不需要走 是吧 所以你明白 现在的问题就是 有三个 有三个东西 排面上围着这个 这个李家超 第一个就是行会 行会开会的时候 有没有党委 我们不知道 我猜有 第二个就是这个 一个政策组 就是黄元生的那个 搞经济 第三 又多一班搞经济 就是这个顾问团 那你记得 秦刚刚刚跟李家超 在北京说 就是等我指导你 香港发展 那搞这么多做什么呢 那 共产党有顾问团吗 是吧 你有没有听过共产党有顾问 他听人说的就不是共产党 是不是才对 所以大家首先 用这两天想想 究竟这个团用来做什么呢 大家想想 究竟之前黄元生的政策组 是不是中央叫他做的呢 这个团是即时生效的 即时生效 为期两年 大家大概都猜到是什么 对不对 你看那些人的背景 你就知道 即是共产党的招数是什么 好了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 之前的港澳办公室 现在直接懲罪了武功 跟着组建一个 前面加多两个字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就是说之前叫港澳办 现在叫中央港澳办 直属中央 不是党中央 应该是属习主席 应该 那为什么要整个中央港澳办呢 本身就是港澳办 是不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好了 那为什么大律师工会 要上去北京建 呢 建来做什么呢 是不是 那这些大家想一下 你就会想到 这些跟香港人无关 他不是什么金融改革 绝对不会 也不是香港要做什么改革性 全部都不会 那我们呢 就是在这个中国民心再说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要搞三个东西呢 一个行会 一个黄元山政策 再搞多一个特首顾问团出来 哇 那不就整百九多人围着李嘉超 一人穴 一穴 一穴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想做些什么呢 你看一下这个政策团 特首顾问团 你看完人名 你就知道那些什么人 你就知道他想做些什么 你再看行会里面 三民门开会是什么人 黄元山那个不用理 蛇齿饼总 就是这么简单 黄元山那个蛇齿饼总 那个是稳着数的 你想一下就想到现在中央想做什么了 这个你更不用理 不关你的事 他们内部的事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封面 真是笑死 真是笑死 这个李彦宏也出来很不好意思 那当然 外国有这个AI 中国怎么能够慢呢 国家只被一个人做 那个就是百度 第二个不能做 只是一个做 就是百度做 好了 百度前两天 他有个民心一言 搞了一个我们叫做什么 即场表演的会 好像Microsoft 或者Google 即场的 即场的 即即场问那个聊天机客人 看他怎么回答你 好了 那真的中外记者以为即场了 去到原来不是 原来是六的 原来是六的 即是那个片段 播给你看 是六好了 还有六都不行 原来是预六的 那你说好不好笑 那么昨天 那怎麽做呢? 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說 他分分鐘所說的聊天機械人 後面可能是真人也不出奇 有什麽不出奇? 他根本做不到 坦白說一句,你現在沒有最高的晶片 是做不到的 是不可能運算計算得這麽快的 計算要很快的 所以他把預錄的片段放出來 但是預錄的片段其實也是下錄的 那你又笑不笑死? 好了,這就是真的 如果大家有用微軟 通常你都有,我也是被迫用的 Microsoft 365 Office 裡面 其實AI 你會看到打開Office 或者PowerPoint 它是陷入了一塊東西 在右上角裏 如果你用那個搜尋器 它的搜尋器有些東西變了 其實它已經陷入了AI 當然,暫時效果也不太好 但是它真的可以回答你的 大家可以試試 你看到它現在講稿 分析圖表 全部都是怎樣呢? 你叫它做 它就叫了AI做 即是AI幫你做 其實也是計算而已 沒有東西的 那就是什麽呢? 就是 你電腦裏面那張Graphic Card 現在譬如NVIDIA 也跟Microsoft 在伺服器裏面 放了Graphic Card 簡單講句 即是計算那部分 交給NVIDIA去做 是這麽簡單 或者之後的AMD AMD通常都是做Notebook 那些 那大家可以試試 如果你有用微軟的話 之前 真的假不了 之前 即是這個 特區政府 推倉 就說 我不是 很多醫生走了 因為他們要退休 他們老了 這樣 就被那個 Statistic 就踢爆了 原來 香港過去三年 流失超過1,200個 全職醫生 實際上只有192個 是因爲退休年齡而退休 超過1,000個 是因爲 因爲 國安法而走 醫護還未計 大家可以定住封面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 前線的醫生 特別是公立醫院 裡面 大部分 都不會超過三年經驗 即是很新 新得很厲害 所以你看到爐寵某突然這麼緊張 因爲他知道 其實三年的前線經驗 其實差不多等於沒有經驗 是不夠的 很多夠經驗的那些 即是千多的那些 即是 你記住 走的那些 大部分都是有經驗 即是一半那些 很老的未必會走 很Green 那些未夠功夫未必會走 通常都是中間那些 好了 問題就是 你找回國內那些來 一樣道理 來到的都是很Green 即是三年經驗那些 所以你看到爐寵某突然間發茅 就是這樣 因爲前線的醫生 基本上很多 只有三年經驗 大部分 你看到右邊 即是最頂那裏 他有說 訪問就有很多 主要爲何會走 就是因爲怕這個宣誓 特區政府要宣誓 醫管局更加要宣誓 所以他們就走 因爲他們很不想宣誓 我們之前也說過 好像那個方角山那樣 他所有的朋友 申請和他一起去台灣玩 都批 唯獨他不批 申請了兩次 都不批 即是你一宣誓 你一有紀錄 你全世界都不用去 那些人便馬上走 但通常很Green 那些不會走 走的就是中間那些 很老的都不會走 所以問題是非常之 即是那些謊話被人踢爆了 即是你還說什麼 即是那些醫生呢 就退休了 這樣根本多疑 一千二百個裏面 只有百多個是退休的 超過一千個都因爲國安法 或者要宣誓而走 那這個令我想起哪一個人 令我想起逼針人 聶德權 是的 他一生人在政府裏面 沒有做事做過兩件事 逼針和宣誓 是這麼多 好了 國內情況都不好 可以去哪裏 國內現在很慘 因為有傳 有傳 這個蘋果會全線撤出中國 有傳 現在你看到富士康已經離開了 我們之前已經說了 那些Airport便要離開了 那些生產線 平板的iPhone已經在印度製造了 在越南製造 在印度製造 我在網上看這廠很漂亮 新廠一定漂亮的 其實是瘦一點 是瘦一點 是瘦一點和黑一點 但也挺漂亮的 這個情況就是 你看到狀況這樣 很多的工資 全部都是比中國便宜 越南是最貴的 這樣的話 蘋果這個 可能不是謠善 即是說蘋果可能有限了幾多年之後 所有的生產線要撤出中國 但是個個都不說 唯獨一個敢說就是蘋果 富士康一定不會說 所有他跟著 就是 郭台銘 或者其他小弟 在中國那些也不會說 這樣便離開了才說 就是這樣 如果是真的話是很嚴重的 大家看到 在中國 公務員他招二十萬個公務員 因為每年都有 有些人退休 有多少人來報名呢 七百多萬人來報名 即是整個香港那麼多人去報名 那你說誇不誇張 所以他說香港失業率3.3是一個危命題 為甚麼 因為人口急速下跌 而我們之前也說 他不會大手捕內地的人 來香港補回人數 因為內地的出生率也不足夠 內地老齡化也很厲害 你有沒有忘記當時沙士之後 是多少年前 04年 04年是幾年前 大哥 18年 19年前 19年前 中國才剛崛起 很多人還很年輕 我們去到廠場 通常都是十九二十歲 19年 九幾年 那些通常都是十六歲 十四歲 我都見過 那時候 中國還有很多年輕人口 還可以滾到香港 填補 現在連填補人數都做不到 現在連填補人數都做不到 你在香港有沒有看到人口多多 對吧 所以你看到人口一直這麼少 走的主要人口 我們昨天做地產小專家都說過 19萬人走了 你走了19萬人 底數少了 那你的失業率便會低 對吧 好了 其實台灣也不可以去哪裏 台灣上年 因為打貿易戰 晶片戰 所以製造業 沒有薪假有多少人 7300人 是創了兩年來的新高 現在其實台灣好很多 但是台灣主能做一些很高端的事情 因為台灣的人工都很貴 當然沒有中國那麼貴 香港沒有生產 但是問題始終是貴 或者台灣是高端的東西 低端的東西都是去東南亞 去引渡那些 昨晚歐洲央行照星式兩馬 即是半厘 這樣的環境其實都是不利的 當然 歐洲銀行行長答應 有甚麼問題的話 一定全力支持銀行的流動性 我告訴你 你準備定出手都可以 因為這個Credit Suisse 應該不會是唯一一間 我相當肯定 絕對不會是唯一一間 如果你繼續這樣加息下去 你預算還有幾間你夠就可以了 我告訴你 如果美國和歐洲 還有銀行包包的話 你Bell out已經沒有信心了 你Bell out已經沒有信心了 那些人會做甚麼 拿回錢 拿回錢做甚麼 一旦放在家裡 一旦放一些不是投資的產品 一旦就買金 那所有的股市 那些基金 那些ETF 我告訴你 那些基金 那些ETF 我告訴你 我不明白為何他還要加 你不加會死嗎 是吧 那他加呢 這個美國也應該加 但是Powell加多少呢 現在正在吹緊就加四分一 如果他加半來的話 其實美國你又準備交都可以了 好了 披露了過去一個星期 這個美國的First Republic 你看到這個股價 總共大跌八成 每日幾成幾成這樣跌 那原來是甚麼呢 過去一個星期 就靠在聯儲局裡面 借高息借貸賭日 即是用很高的息 借錢去頂住 簡單講一句 已經無流動性可言 即是說 如果聯儲局不借給他 那怎麼辦呢 好了 那他說那些存戶安全 因為你還有銀行 即是你本身不只存戶 存戶那些錢 你本來就不應該移動的 那些是存戶來的 好了 那有些利息呢 還錢呢 你猜First Republic 有沒有這些CDS的產品呢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我批的頭 讓你當椅子坐 那已經沒有流動性了 已經沒有流動性了 好了 昨天有十一大的銀行 有花旗 摩根大通之類 大家籌期 籌了三百億美金 總共借給他一百二十日 即是四個月 頂住 我估計他後面 應該就有這個聯儲局 在後面做這個穿針引線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美國再有銀行爆煲呢 那我告訴你 你Bell out是沒有用的 因為沒有信心 那你就想了 其實 想了 我在英文台上也說過 你的財務報表 有沒有告訴別人 你很多CDS 沒有 沒有 是吧 他沒有把那些當作負債 簡單說一句 你看過財務報表 全部都很好 是吧 全部沒有問題 負債又不多 其實他就簽了一張合約 如果我輸了的話 整間銀行也輸了 那如果你是投資者 你知道有這份合約的 你買不買他的股票 那你是不是應該放在 財務報表的第一頁 我沒有說錯 那你有沒有做 你沒有 是吧 最少你SVB沒有 對不對 現在就是這個個案 所以我說 為何不會買銀行股 就是這個意思 沒事的 每個月收保險金 多少個人 有事就糟糕 那你讀者問 為何他 Credit Suisse 不發這個 迷債呢 可能就是因為雷曼 所以監管不讓他這樣做 他想的 我們之前也說過 那個消息也有說的 兩三個星期之前 已經馬上發紅了 跟當年的雷曼 一模一樣 所以所有的銀行和保險公司 不能碰 不能碰 他不會告訴你 有問題的時候 那間公司會糟糕的 其實簡單說一句 如果過去一個星期 不是聯儲局借給他的話 爆了煲 First Republic 不小的 那美國還有多少 當然 有些財經的KOL都會說 銀行的本質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放在 Finance Report的First Page 我買就由我自己承受 我現在不能知道 對不對 很多人以為很穩陣 只是看財務報表 之前的核數已經說了 他那個財務報表裡面 有重大的缺騰 那缺騰就是 一鋪可能倒楣 但是他又不能說 那又怎麼樣 拜拜 我不做了 就是這樣 剛剛 李鋒和匯豐沒有嗎 怎麼會沒有啊 匯豐 對不對 不會沒有的 多與少的問題 這些是不是要披露 對不對 所以這些全部 我是全部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 這麼久 差不多五六年了 我從來都不說銀行股 除了恆生 為什麼 沒有一間我可以信任 全部 全部銀行用來做什麼 投資 保險公司是投資的 誰沒有這些金融產品 那外國那些 那些銀行卡用來做什麼 分花紅而已 你混蛋關我什麼事 那最大的問題是 他拿了你的錢來投資 對不對 所以你問我 我寧願買可樂可樂 我寧願買麥當勞 我寧願把錢給這些混蛋 就是這樣 這個聯儲局下個星期 估計就加四分之一 估計而已 就是Pinko估計 如果他加半厘 那會很大震盪 為什麼呢 不是關於息口問題 而是 投資者會覺得 咦?你還加半厘嗎? 你美國有這麼多銀行 是不是能撐住 那你每天都出手了 全部Bell out 全部收歸國有 那是不行的 對不對 我想問你 你美國聯儲局 你Yellen 或者Power 你知不知道那家銀行 現在的金融狀況是怎樣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即是你是聯儲局主席 或者你是財長 你也不知道 那投資者怎麼會知道 對吧 所以你怎麼保障這些投資者 對不對 那麼銀行是會出現聘購 或者集資活動 這個正常的 那麼他賣給你 可能是炸彈來的 因為你不知道他欠多少錢 但是他好些 即是他好過這個恆大 因為恆大連自己欠多少都不知道 這個是相當肯定的 即是說今年秋季 會推出這個蘋果的iPhone 15 和這個iPhone 15 Pro Max 估計的售價會更加高 如果你說現在我在外面看的那些 如果高過他的話 可能真的會賣這個 萬二三至到萬五六 如果這樣 那麼究竟有沒有人買呢 我想也有的 其實 即是那些果粉都會賣的 即是差在你的東西夠不夠 即是有沒有新東西出來 這樣解釋 即是大家 即是你們用這個蘋果手機的 那如果 即是他已經去到萬二三 或者是萬五六一台的話 那麼新機出你們會不會買呢 那麼大家可以留言 好了 那麼剛才我們說了 一會兒我們片尾都會說的 為什麼南韓要和尹錫月 這兩天都會在日本和岸田文雄開會 為什麼會和南韓突然間什麼事都沒有呢 那當然是美國人在中間滑船 好了 但問題就是 南韓現在的形勢是不好的 他一定要 即是南韓怎樣都好 他一定要繼續走那個 即是原精和科技 那麼當你沒有了日本的技術 日本不會給了技術來的嘛 他又不會給了專利來的嘛 那麼日本的專利有部分都是美國的 所以其實日本沒有 即是這個南韓沒有計 一定要和日本拿牌 黑手 南韓的科技巨頭三星 那麼就會啟動這個二十年的半導體大計 那麼在2042年 投資大約是2290億美金 在這個南韓的龍人 就興建五座原精廠 希望有機會彎道超車這個台積電 那麼我就不知道了 那麼應特爾也是 那麼所以你看到 即是南韓如果不在科技上再向前的話 他之前那個 即是帶頭的地位 Samsung 我說 慢慢慢慢就會被人侵蝕了 那麼另外呢 我想這個也不會是真的了 市場估計 今年年底 聯儲局的利率 就會由五月 減回1% 我估計不會 除非真是 即是你知道那些渣奇那些 你真的要什麼呢 他真的要 即是不死到臨頭 他都不知道 通常全世界都是 即是當年的雷曼也是 他不雷曼倒下了 他都不夠ARG 當年那個叫John Paulson 可能大家不知道 很高那個 當年的財長叫John Paulson 即是如果 如果當時不是雷曼 即是雷曼倒下了 他才夠ARG 如果他不夠ARG 他就即時死了 那事情更嚴重 全世界都是 即是他不會想像的 他要倒下了 他才知道他倒下了 好 另外 我們之前說過 現在美國 這個得到TikTok的確認 就是美國現在迫 TikTok 你一定要賣股權 如果你不賣 美國只能禁止你 好 有傳阿聯王室旗下 就會出手賣 賣益 這些公司 我想美國也未必會批 為甚麼呢? 因為你和中國有很密切的關係 簡單說一句 我把股權賣給阿聯酋 其實阿聯酋背後的那個也是中共 所以你看到字節跳動 即是他的母公司 就說暫時沒有新的融資行為 簡單說一句 你要不就賣給美國的公司 要不就在美國收工 好了 美國的經濟數據都可以 首次 這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就降到19萬 預期是20幾萬 有一個比較期 即是比較不期待的 就是二月份 經營許可 這個起樓就升了13.8% 即是興建這個新局 這個就是超了預期 另外匯豐就反駁 那些人就說 喂 你一英鎊收購了這個SVB 是英國的分行 對匯豐沒有什麼幫助 這樣 匯豐反駁 就說帶來優質客戶 這樣 現在很難說 即是他可以這樣賣給你 有機會裡面有些potential的債 都不出奇 這個機會是很高的 他有十幾億美金 即是那個負債和存款 即是和那個資產 沒有理由一元英鎊賣給你 對嗎 對嗎 很難說 你說有沒有協同效應呢 因為SVB Financial 那些客戶 那些客戶 通常都是一些初創 這類客戶 在匯豐或傳統Bang 未必會做 未必會做 他通常做那些 譬如說香港場實 那些 譬如說G2000之類的客戶 你說初創 他那個 底子沒有那麼厚的 他未必會做 還有那些客戶 即是那些客戶的質素 是不知道的 很難說的 這個大家先聽著 要帶進來才知道 所以我對匯豐的高層 是相當反感的 相當反感 也不知道這間店在做什麼 其實大家看股價便知道 雷曼到現在 中間這麼嚴重 你看股價是多少 當時是百多元的 你看現在股價 還剩下幾十元 那就沒有那些幾合一 中間有這麼長時間 是這麼嚴重的 股價也上不了 另外 之前美國的審計 即是對中概股的審計 他又沒有答過你行不行 然後下個星期再來 再查中國企業的審計底稿 我可以告訴你 他永遠都不會行 他查就繼續查 但永遠都不會告訴你行 就是這樣的情勢 找到你有問題為止 這個我又不知道真是假 因為我看到經濟 就說有些 就是英國的銀行 或者香港的銀行 英鎊的定存 最高是15厘 即使它是幾個月都好 你除了開 這樣也是很高的 是吧 那麼花旗估計 英國下個星期 就會加四分一厘 即是歐洲央行 就加半厘 英國就加四分一厘 不知道怎麼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如果它繼續這樣加的話 它也是死的 即是它不加 資金又流走 它加的話 自己的企業又頂不住 即我不知道英國的銀行怎樣 我想英國的銀行 都不會比歐洲的銀行去哪裡 好了 之前說過這個送機票 7月份 香港的旅遊議會 獲得這個機管局 分配了五萬多張 免費的 就由旅行社派發 其中萬七張 就是給香港出境的 裡面有四分三 萬二張 就給香港居民的 做什麼呢 就是買一送一 即是你買一張離境的機票 應該這樣說 我估計 你來香港 它就送一張離境的機票給你 即是你買一張來的 就送一張離境的機票給你 另外四千多張 就是預留給大灣區 這些有什麼用呢 其實真的沒有用 你看到 這個大概回答了大家 為什麼要加一個顧問團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因為經濟沒有氣息 繼續要送 你送這些 即是來一張 送一張離境的機票 那是不是鼓勵到別人來 鼓勵到別人來消費呢 那我個人個人的意見 覺得 如果我是歐美的 我要來的 我不會欠在一張 即是回程的機票 有就當然更好 但是不會因為那張回程機票 而令我來 或者不來 好了 那麼英國呢 待會我們說法國 英國也是一樣 很多那些 即是英國是很多這些 即是政治爭拗 大家看到這麼久 有文翠珊 接著是Johnson 卡姆倫先 接著是文翠珊 接著是Johnson 接著搞到卓慧斯 現在到新衛城 那麼工黨也好 什麼黨也好 簡單說一句 那麼大家看到 就搞到亂兩殺龍 整個國家 就是搞 即是誰坐管 誰去做這個首相 那誰拿旗 搞政治 都不是為國家著想的 其實沒有一個是 是現在新衛城 叫做定一點 特別是那個卓慧斯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現在英國 大概是投資85億 打造超級電腦 自己做GPT 我覺得這個是OK的 即是你英國 它不是沒有資源 也不是沒有這個 英國有資源 有這個金融制度 全球相信它 它也有人才 但問題是 國家經常爭拗這些事情 浪費時間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東西 和對外做生意 賺錢 才可以讓自己的國家有錢 你每天在咬這些 無用 因為我們說法國也是 馬克龍這些是多糕糟糕的 只是在搞政治 沒有一個人 是真的為國家做事的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尹錫悦 昨日和今天 星期五 都在日本 在日本 見這個岸田文雄 還有恢復日韓領袖定期互訪 日本撤銷對韓的出口管制 簡單說句話 大家在一起 韓國和日本一起 做晶片開發技術 互相依賴 你可以這樣說 先說一些英國的新聞 剛剛有看到經濟 他說那個 那個 Hans茄汁 我不知道 因為在網上很多人都喜歡吃 這隻Hans茄汁 這隻Hans茄汁 他說一年加價六成 大家看到 螢光網一支是四磅四 香港大約是四十元左右 他說其實一年前 是兩磅四九 那麼厲害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都喜歡吃Hans茄汁 我們香港外出的大餐廳吃薯條 沒有一支茄汁 好像也是Hans 另外就是法國 大家應該有看新聞 法國政府打算繞過國會 通過了推遲兩年退休的法案 即是由六十二歲 移到六十四歲退休 其實大家看到 在網上YouTube輸入就可以了 這兩天都有 每天 在法國的街頭 其實是打得很糟糕 很多是打的 老老亂亂男男女女都有 很多基本上走出來示威 有些放火 垃圾堆到滿街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馬克龍基本上是廢 剛才我罵英國的適用於法國 一樣是這樣的 最後 新衛城做了一些事情 簡單說一句 英國的NHS 暫時 暫時不罷工 為什麼呢? 因為 暫時初步 達到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們很快就會拿到 2023至2022至2023年 相近於人工百分之二 作為一次性的獎金 即是每年的 隨便說 譬如你有一百萬的 那你拿到兩萬元 作為獎金 另外 由明年的四月開始 薪酬上調百分之五 但是新入職的不算 暫時 大家都 我覺得 我想他們出來罷工 都罷得傻了 希望慢慢搞定 希望慢慢慢慢搞定 因為醫護那些很麻煩 其實新衛城也能做到事情 其實你看到他 起碼一件事 他比較踏實 雖然他是基金老 但是 起碼他做事比較踏實 即不像那個文翠山 不不像那個 文翠山叫做得好 即不像那個 卓維斯 要亂來的 我又不是說他做得差 Johnson之前好像支持脫勾 但是他個人又不檢點 他是喜歡這樣 所以沒得搞 新衛城 雖然年紀相當輕 但是 他做事都很穩重 希望慢慢慢慢搞定 是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現在是五點鐘 剛剛看到的報導 習主席會下星期一至三訪問俄羅斯 克里姆林宮馬上說 習主席今次來 是會簽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雙邊文件 即是屈死了你 屈死了你 他來簽單的 他來幫我的 即是說把中國牢牢綁了上戰車 你看看現在普京 習主席很危 即是兩邊 坦白說一句 現在中國兩邊不是人 真的 你如果不幫普京 爆你嚴重 你幫普京西方制裁 你扮和是路 你扮得多久 你扮不到 是吧 根本現在不是和習主席 你和誰談 你和拜登談 拜登如果肯跟你談 就談了 對不對 歐洲也不是最重要 現在是和美國人談 現在是 美國佬現在不談 那你怎樣 是吧 我們看看今晚 美國睡醒後 有什麼回應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網誌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我們會談到 National Group 即是英國國家電力供應 應該可以談到 著巢最少一集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們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